女儿仅仅六岁 母亲就为她做了套婚纱 原来呀 她确诊了绝症 她是个婚纱设计师 也是个担心妈妈 一直忙于工作 属于对女儿素雅的照顾 长期以来 导致素雅性格独立 甚至有些不合群 下雨天 同学们都被家长接回了家 只剩下素雅一个人在学校等妈妈 突然 一个华丽的汽车飘移 妈妈居然出现了 她催促素雅赶紧上车 素雅却静静地等候着 非要妈妈过来接自己 怎么没带伞 话还没说两句 就接到工作电话 原来呀 助理因为失误 带错了客户的婚纱 她连忙带着素雅 赶去婚礼现场补救 一群人手忙脚乱 新娘还望拿手捧花 为了赶时间 她的老板直接把捧花 从二楼扔了下来 幸好吉林的素雅接住了 她结束完工作后 把素雅送到了舞蹈室 可素雅来到舞蹈室门口 却心事重重 迟迟没有进去 原来呀 她有一个好朋友叫吉娜 有一天大家上完体育课 回到课室 吉娜感觉很渴 正好看见素雅的水杯 拿起就直接喝了起来 可是有洁癖的素雅 完全接受不了这样的行为 她当着全班的面 质问吉娜是乞丐吗 致使吉娜颜面敬扫 从此啊 唯一的朋友也没了 但是妈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素雅躲避过来上舞蹈课的吉娜 一不小心 误闯进了跆拳道教室 正好遇见一个男老师 一脸哭腔的打电话 哀求着女朋友和她在一起 她说自己学生很多 却被人小鬼大的素雅拆穿 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 于是她抓住老师软弱的一面 希望以后上舞蹈课的时间 她都能来跆拳道教室 待到下课 老师答应了 下课后 妈妈接素雅去吃烤肉 她想要电动游戏机 没想到妈妈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买回来不但陪她一起玩 而且随口一句 电视机有点奇怪 妈妈就重新换了一个电视机 还会溜到素雅房间 要和她一起睡 更是一反平常 早早地下班回家 一边切好水果 递给素雅 一边问道 要不要去看电影 素雅说 明天要去野餐 和上次一样 已经自备了食物 妈妈夸下海口 说自己很会做紫菜包饭 其实啊 她从来都没有做过 熬了一夜 笨拙地做着紫菜包饭 没想第二天 却下起了大雨 不想扰了素雅性质的妈妈 跟老师撒了个小谎 把素雅带到没有下雨的海滩 享受着专属于两人的幸福时光 当晚她带着素雅来到哥哥家吃饭 女儿已经睡着 大家正在饭前祷告时 突然她的眼前一片模糊 竟然晕了过去 家人立马把她送到了医院 原来啊 她早就知道 自己身患绝症 一家人在车上 心情都很沉重 在阳光明媚的一天 素雅来到学校 发现男老师在学校门口招人 发着对小朋友毫无吸引力的传单 素雅告诉她 应该在放学后 给小朋友发糖果 果不其然 用素雅这个办法 为她招来了两个小朋友 这时 班主任把妈妈请到学校 告诉她女儿的状况 这才得知 女儿因为洁癖 竟然没有一个朋友 提前回到家的素雅 听到厕所传来阵阵呕吐声 妈妈骗她午饭吃多了 素雅写作业的时候 妈妈语重心长的 和她聊起洁癖这个话题 没想到直接聊掰了 素雅一句 没有你 我也会好好的 像一根针 深深刺痛了妈妈的心 回到房间的妈妈 又开始自责 不该这么凶的语气 对素雅 当她收拾好情绪 却听到素雅先开口 对不起妈妈 直到你老了 我还想和你在一起 母女紧紧相拥在一起 素雅快要过生日了 妈妈说 要不请吉娜和一些小朋友 来家里亲生 都做好了勤帖的素雅 关键时刻 却不敢开口 最终啊 还是没能把勤帖送出去 就算没有小朋友过来 妈妈还是要给她 过一个难忘的生日 心细的素雅发现 每晚妈妈都吃好多药 总是晕倒 呕吐 在回家的路上 她问舅妈 妈妈是不是快要死了 心软的舅妈不忍心欺骗 安慰着说 她妈妈很坚强 素雅仿佛一夜之间长大 自己早起 上学梳好了头发 而此时 妈妈正在厕所吐个不停 刚出家门 顾错坚强的素雅 终于忍不住 泪如雨下 又到了下雨天 她还是忘了带伞 本打算淋雨回去 突然 头顶出现一把雨伞 妈妈过来接她 他们一起来到工作室 素雅明明很困 却不想失去 和妈妈在一起的 每分每秒 生怕一闭上眼 就再也见不着妈妈了 他们在舅舅家吃饭 素雅又因洁癖问题 和哥哥吵了架 妈妈一想到 以后自己不在了 谁又能容忍她的性子呢 便直接把素雅拖到房间 正打算好好教育她 素雅再也掩饰不了 即将失去妈妈的难过 瞬间啊 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母女俩躺在床上 妈妈让素雅 唱首催眠曲 她唱完 说到该妈妈了 可是并没有得到回应 妈妈晕过去了 家人又赶紧 把她送进医院 好在抢救了过来 素雅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以后没有她的日子 自己也能过得很好 不仅重新回到舞蹈室 加班加点 赶上同学的进度 还找到吉娜道歉 最终啊 两人重归于好 她把朋友们都带来病房 看望自己的妈妈 还和她相互依偎在一起 第二天清晨 她发现妈妈早已没了动静 但她假装不知道 而是自顾自地说着 让妈妈再睡一会儿 又到了下雨天放学回家 她抬头望了望天 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把雨伞 因为她知道 妈妈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山秦电影 剧情虽然老套 但每次看都能触动人心 因为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暖 唤起了无数人 关于亲情的回忆 在淡淡的回忆中 感受着亲情的伟大